据台湾媒体报道,韩国演员严太雄八月经报性侵丑闻 虽然后来证明是被诬陷,但却也摆脱不了买春嫌疑,使得形象重挫 更疑似因此让老婆受到打击而流产 百川岸到二日出现新进展,严太雄确定被检方起诉并罚款 而他也透过经纪公司向家人及大众表达歉意 严太雄二日被检方以信买卖嫌疑起诉,并遭罚韩币100万元 他也透过经纪公司表示一线调查都已经结束 也诚实地配合了检方的调查,严太雄的妻子尹慧珍 10月底因为健康因素失去了怀孕乳装的孩子 现在严太雄的买春案几乎是已资定罪 对他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打击 夫妻俩未来的关系会如何发展也是各界关注的焦点